加上手机和网美灯 索瑞亚诺准备录制短影音 她和三名伙伴在Ttalk经营网路媒体 AC2ality 四个人都是26、7岁 多少理解这个世代的网友 想从手机里知道哪些新闻讯息 他们也很确定 传统的主流新闻媒体 已经无法满足网友对于时事资讯的需求 AC2ality的创立和英国脱欧有直接的关系 他们在英国求学时 发现从新闻报道 无法理解脱欧的来龙去脉 因此起心动念组成了四人团体 二零二零年六月 在Ttalk开设的AC2ality 自己录制有效果 以及字幕的短影音 以一分钟的时间解释重大的新闻议题 解释俄罗斯在2022年2月 入侵乌克兰的短影音 以上价就创下了1700万次的浏览数 短短三年 AC2ality累计超过430万追随者 是Ttalk排名数一数二的 西班牙语新闻媒体 超越主流传统媒体的人气 和传统新闻媒体比较 网络时事影音将复杂的新闻议题摘要式整理 资讯量轻薄短小容易消化 产制过程摆脱传统组织化的新闻媒体 设立的游戏规则 比如改用轻松的语气 也不会规避不雅的字词 讯息的呈现形式相对自由而多元 对迁徙世代产生的影响力 相当于婴儿潮世代 对于传统媒体所累积的信任感 也创造出百万流量的新闻网红 连名流政要也无法忽视新媒体的潮流 法国总统马克宏和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都曾经上过法国网红迪克里普特的节目受访 牛津大学路透新闻学机构发布的年度报告 以及好几份主流媒体的研究都指出 包括YouTube、IG以及Ttalk抖音 是迁徙世代获取新闻资讯的主要途径 AC2ality的四名成员 也不认为自己就是新闻记者 他们的工作是转译以及编辑复杂的新闻议题 搭配视觉的资讯 让网友一听一看就懂 并留下印象 数位传播学者 也是新闻记者的索勒指出 AC2ality的短影音提供的是新闻战药 称不上是真正的报道 不过对AC2ality的网媒来说 独立和不受钳制以及包袱 正是他们有别于传统主流媒体的利基 他们就是自己的总编辑 但是相对的 身为网络世代 批判思考以及事实查核的能力 更显得重要 否则容易被网络的讯息牵着鼻子走 公事新闻张鼠分编译